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谓是大火了一把 而作为该剧续集的《三生三世枕上书》也备受网友期待 在前面的剧情中 凤九为了报恩 跟化身小狐狸留在帝君身边 谁曾想却意外爱上了帝君 奈何帝君早已在三生世上 将自己的名字除去根本不是秦爱 可是凤九却不肯放弃 甚至在帝君二次涉险时候都舍命相救 可是如此的付出不仅没有得到回报 反而得知了帝君即将与姬恒大婚的消息 最后在万分伤心下 凤九便离开了帝君 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 魔尊出道 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 帝君便不顾个人的安危 与魔尊展开终极对决 谁曾想 魔尊却挟持凤九威胁帝君 最后帝君围保凤九灰飞烟灭 当帝君消失后 私命哭着对凤九说了一命里 凤九一听不仅瞬间崩溃 还痛哭并发疯三千年 原来 帝君早就爱上了凤九 曲姬恒也是为了保护凤九 剧中凤九心中最爱的男人是东华帝君 但是最愧对的却是叶青蹄 当年凤九下凡帮东华历情节 叶青蹄为了保护凤九死于妖刀之下 凤九感念叶青蹄的一片深情 不但为叶青蹄守孝三世 还独自来到范英谷寻找平泼果 只为给叶青蹄重塑一个先生 凤九找东华帝君要平泼果 东华帝君问凤九干什么用 凤九说尝尝先 没想到东华帝君真的相信了 还以为凤九要拿平泼果 给小英壮士做糕点吃 心中十分吃醋 正好姬恒也问东华帝君要平泼果 姐身上的秋水之毒 东华帝君就把平泼果送给姬恒了 东华帝君得知凤九要平泼果的真正原因后十分后悔 幸好最后凤九拿到了平泼果 给叶青蹄重塑了先生 叶青蹄飞升成仙后 东华帝君为了帮凤九还当年的恩情 便决定把自己的帝君之位传给叶青蹄 还提了一个条件 就是叶青蹄不能离开太成功 永远不能见凤九 东华帝君传为给叶青蹄 只提一个条件 却让凤九失声痛哭 凤九知道东华这个决定后 当场崩溃失声痛哭 因为他想到东华帝君突然要把帝君之位传给他人 很有可能是他自己即将语化 而选择叶青蹄 无疑是帮自己报案 当然 最后东华没有语化成 帝君之位也就没有传给叶青蹄 凤九虽然和叶青蹄在天上再度重逢 但是凤九对叶青蹄只有感恩和朋友之情 没有任何一丝男女之情 所以即使叶青蹄还喜欢凤九 但是两人也没有更多的牵扯了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欢迎留言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见